那个啊 我觉得这个西班牙真是一个历史 你看他的建筑都建了多长 几百年前 早上惯例 找吃的 在国王广场里找到一家吃早餐的 感觉有点舍近求远 吃饱后前往巴塞隆纳主教座堂参观 圣埃乌拉利亚主教座堂 是巴塞隆纳哥特区的一座哥德式建筑 天主教巴塞隆纳总教区的主教座堂 这座主教座堂兴建于13到15世纪 环绕俄景的回廊完成于1450年 新哥德式的历念修建于19世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午按约好的时间去圣保罗医院 中午太热 太阳九点才下山 我们约五点的门票 巴基斯坦的德哥 祥庄问我们去医院是那里不舒服吗 当然他知道我们去的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其实我对洋人把医院做景点也有点错愕 整个城市沿途有不少雕塑 圣保罗现代主义风格建筑园区 是欧洲最重要的现代主义风格建筑之一 圣保罗医院因其独特性和艺术美感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圣保罗医院建筑工程兴建于1902年 由建筑师路易斯主持建设 经历80多年作为医院使用的圣十字圣保罗 于2009年展开其修复其老旧楼宇的工程 经过艰巨而前所未有的修复后 圣十字圣保罗得以展现当年华美风貌 并成为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建筑中 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我们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期望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圣保罗医院到下一个景点圣家堂只有不到一千米的距离 我们顺着一条林荫大道静止走过去 我们提前了十天才约到下午六点多的门票 内部登高的门票已无票了 圣家堂是位于巴塞隆纳扩展区的一座未完工的天主教教堂 由加泰隆尼亚建筑师安东尼高地设计 其高耸与独特的建筑设计 使得该教堂成为巴塞隆纳最为人所知的观光景点 同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一部分 1882年圣家堂在建筑师维拉尔的领导下开始建造 他在1883年辞职高地接任总建筑师 以他的建筑和工程风格改造项目 其中他则将各德市和区县新艺术风格相结合 并将他的余生都献给了这个项目 他被安葬在教堂的地下室 然而由于教堂资金的来源主要靠个人捐款捐助 捐款的多少影响到工程进展缓慢 到高地1926年去世时 工程还不到完成的四分之一 随着西班牙内战的爆发 圣家堂的建造因而中断 1939年 法兰西斯克金塔纳接管了现场管理 根据高地工作室保存着材料和照片重建的设计 建设自1950年代至今仍持续进行工厂进展 20世纪后期透过电脑辅助设计和计算机数控等技术的进步 取得了更快的进展 施工在2010年经过了中期阶段 然而该项目的一些最大挑战仍然存在 包括建造象征新约圣经中重要圣经人物的十个尖塔 该建筑预计将于2026年及高地市市100周年完工 虽然该教堂并非主教座堂 但教宗本堵十六时于2010年造访此教堂时 将其册封宗作圣殿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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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